你刺脚走过去 你看有些样品屋 或是说已经完成的那种房子 看房子的时候 不要穿袜子 因为感觉不出它的那个 抛光实际上贴的有没有屏 地板 地板有些技巧 对不对 你喜欢什么材质 木头的 气孔木的 石木的 先想好 但重点是什么 你平常要不要保养 懒惰程度啊 你如果喜欢石木地板 石木地板是不能用水擦的 你知道吗 你不能够拖地 扫地机器人也不能够洗 因为扫地机器人如果有水箱的话 就石木地板一拖 迟早会报废 那个木档会膨胀 或者是说呢 就是 总之水浸去就烂掉 所以保养的懒惰程度 决定你地板有什么 你真的很喜欢木头 那你就做什么气孔木啦 或是做什么超耐磨感 感觉像木头那样的东西 大面跟小面是你的家 如果有很大片 好那你就做越大面越 就是放到空间的感觉 那小面小面也不是不行啦 就是因为 有一种风格是喜欢那种 比较小一小的 比如说方格方格像西班牙风 有些人喜欢 没有对错 只是说看你选好什么东西 好最后是平价跟昂贵 多少钱做多少事都是这样子 地板比较还好就是你只要想好 颜色跟设计师讨论好 他会给你一些建议 那有一些东西可以先提醒你是说 这个地板的施工水准是如何 你刺脚走过去 你看有些样品屋 或是说已经完成的那种房子 看房子的时候不要穿袜子 因为感觉不出他的那个 拋光石银砖贴的有没有平 木头贴的有没有平 你就是打刺脚走过去 感觉一下说他的施工细不细腻 再来对着光看 就是拋光石银砖跟拋光石银砖 接的是没有没有平 对着光看 是不是成为一条线 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的施工有没有吸引力 这样 然后至于说缝 这个就是一个很对缝的一个厕所 那对缝是什么 就是这一条一条 因为他的那个矿石切片之后是这样一条一条 可是他不能够切 比如说超大一片 这个运输不方便 你也没办法装潢 所以他就要这样对缝 地板也对了 连这一根柱子 跟地板的那个花碗都对在一起 那就表示说好 这个施工是有细腻的 你付的很贵的钱是有值得 那有些工班的就是乱贴一桶 就是反正贴的歪歪的 你这个也都看得到 所以纹路也要对 然后最后是闻香 啤嗡啊 你说这个是幼木的 有幼木的香味 快木的它的味道是特别的哦 什么的木头就会有对应的什么样的香味 不要被骗哦 你说啊这是快木的 结果闻起来居然是幼木味道 或是滴几滴快木精油 拜托你闻一下做一下功课 这个功课你要先做 设计师有可能会骗你 工人有可能会骗你 有可能他不小心搞错 你自己要做好一些功课 最新影片都在好凡网YouTube频道 记得一定要订阅哦 打开小铃铛哦 第一时间收到最新通知